反柱冒暉,香港天空一分為二 哇,中間那條光,暈都沒有,好特別 其實很多次,這些營養多數在暈那裡會出現 太陽差不多落地平線,應該是一個山頭遮蓋陽光 多數是早上,或者是黃昏那裡出現 他還說,這些就叫做反柱冒暉,在夏天較常出現 不過,昨日埃曼影響的市民,有些就懷疑他是龍短鋒 初步判定,龍短鋒的機會就不大 龍短鋒一般都需要有一些強對流,或者是強雷暴去判 今日香港境內,就沒有任何閃電 還有天文圍都沒有發出過雷暴警告 反柱冒暉就只會短暫出現 而且要天晴和有雲的天氣,才會有機會有 不少攝影師都很喜歡捕捉這個大氣光學現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